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能够帮忙一下 帮我找找关系 他觉得我在学校附近是不是有关系 把我这个小女孩送到旁边的学校去上学 其实我附近的那个学校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校 那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很差的 看英语课的次数就知道 一个星期只上一节英语课 而且这个英语老师呢 他不是全职的 而是从旁边的大学找一些大三大四的学生来兼职 兼职我不是说看不起大学生 而是说他在读大学 他就不可能长久的做 对不对 找全职 你哪怕找一个高中学历的全职 那么他持久下来 他一年两年三年了这么教下来 他的这个教学经验就会丰富的多 对于教小学来讲 高中生都足够了 但是因为教学经费的不足 我们前面也说到这个教学经费是大问题 那么这里的孩子就是只有一节英语课 而且是由一个兼职的大学在校学生来上 这就说明这个学校是不好的 那么即使是这个样子 这个孩子 这个二年级的小女孩 依然不能够上这所学校 那天是一个下午 我特别多时间 我就说老奶奶坐下来 我们慢慢聊 好 他就把他家里的这个背景 这个小女孩的都跟我说了 他爸妈在闹离婚 家里条件一般般 从农村到城市里来 刚刚打拼有一点点小成果 那么这个老公呢 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就找了 另外找了一个女人 于是要离婚 那在离婚的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小女孩 他就没有人管了 本来如果这个家庭 他勉强能够在这里扎根的话 这个小女孩应该是靠全家的财力 是有机会上学校的 这个折校费大概是几万块钱 两三万块钱 不会太难 但现在的情况是这个钱拿不出来 因为现在双方这个家庭 夫妻都不工作 就在搞这个事情 那他就说怎么办吧 我说这样 你打个市长乐线 使马当活满意 他又听了我的话 就给市长乐线打电话 他说好 那市长乐线说 这个问题归哪个区的教育部门管 你给他打电话 于是老奶奶又打电话过去 在打教育局的这个电话之前 我跟他说我说你打这个电话的时候要把自己的情况说的长一点 说的比你现实这个情况要更长一点 最好是什么呢 我们所谓叫一切靠演技嘛 对不对 最好是能够有一点点哭腔 这样是最棒的 这老奶奶 这个特别棒 讲讲讲 但是讲了一半的时候 他又忘词了 说不下去 后面我就让我其中的一个老师 一个女老师 去跟这个人讲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因为老奶奶 他是僵着僵着 哭腔是有了 但是事情讲不清楚 那于是呢 这个教育局的这个光源 接电话的这个人 他就说 那么你去找某某小学 他们现在有名额 你去找他们 他们应该可以让你上 那一所小学呢 实际上比我附近那所学校要更好 那于是这个老奶奶带着小 这个小女孩就走了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 他就又跑过来跟我说 他说 哎呀 吕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们家这个小孩啊 现在有疏毒了 而且是进那个好学校啊 我说 那真的是非常恭喜 他说 这个我要非常 非常感谢 他手上拎了很多水果 我这个 当然我说不能接受 不能要 但是老奶奶非常的坚持 后来我就给几个老师分掉吃了 我也没有家事 在这里 水果就给老师吃了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看一下 这个背景是什么 首先我刚才说了 这个学校 我旁边的那所学校 就刚才说的 英语老师很少的 这个 英语科上的少的 他在我 那个点 半学的五年的时间里面 我看着他迅速的成长 原来这个学校六个年级 每个年级只有三个班 每个班只有二十多三十个人 那么现在呢 他现在每个年级五个班 一个班上有六十人 这个整个人数就翻了一倍 还不止一点 那这个学校 他的师资力量 在这几年 据我所知 并没有适当的增加 就是连适当都说不上 伊朗是很多大学的兼职老师 甚至在我这边兼职 也去学校兼职 这都有发生过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一所不怎么样的学校 不要他 但是一所更好的学校 却还会要他 其实这里面 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当然虽然说我 对教育局里面的 这个系统运作并不熟悉 但是我猜测 非常有可能 应该现实情况是这样 就是每一所学校 其实因为这个资源都很紧缺吧 一二线程式的 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他很多的这个 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个座位 其实是拿出来卖钱的 只不过说不能公开说 那么这个折校费不能公开说 那么就依靠这个社会关系 叫脱关系嘛 所以这个狼奶奶开始来找我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关系 OK 那这个关系其实是一种拍卖的形式 就他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在开学前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他会非常的高价格 就是他会标一个很高的价格 有能力的家长 不在乎钱的家长啊 家里条件不错的啊 刚从农村到大城市来的 他会啊 毫不犹豫把这个钱花了 让孩子进去读 但是他后面的家长就要看情况了 如果这个名额已经用完了 因为他每个学校可以预期 下个学期可能会多几个学生 其实他位置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这些准备好的位置 OK 到了如果卖的早 卖的卖完了 那么后面的这个价格会越来越高 就基本上就进不去了 如果说这个学校啊 他已经说招生已经结束了 比如说开学了已经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这些空位一直还在的话 这个学校可能就会倾向于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如果有人进来 就让他进来吧 可能是一些特别可怜的 一些孩子跟家长 那么这个老奶奶 他正好就遇到了这么一种情况 因为那个小女孩 二年级的小女孩 他进来的时候 开学已经一个半月过去了 我说你这一个半月干嘛呢 小女孩 老奶奶说 她说 我就自己带她在家里读读书 我说读什么 还是读一年级的那些 这个阿波车的 这个读读这个语文 那么我说这一个多月 她爸妈都不管吗 她说 哎 不管 那就是我一个老人家管 那我们从这一整个故事 可以看出几点了 第一点 这个教育资源争夺 是非常之残酷的 在一二线城市 哪怕一所很差教学质量的学校 都会引来家长蜂拥的抢夺这个名额 那一些好的学校 据我所知 小学 这个折校的费用 如果说你没有很比较好一点的关系 你又买的时间又不对的话 得十万块钱 对于一个进城务工的一个家庭 读一个小学六年下来 一年相当于要多花一万多块钱 那虽然说这个学费是减免了 但实际上你这一万多块钱 一个家长 这个家庭 他做底层的工作 恐怕来的并不容易 那这当然是说比较极端的情况 大家抢这个资源 那这个教育资源非常紧缺 这当然是整体情况 但是有时候又可以看到 他高效人性化的一面 就是我这个位置 空着 那一直卖卖卖 卖了开学 已经卖了一个多月了 通过各种关系渠道放消息出去 那所谓的这个托关系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钱客们 把这个名额拿来卖 那么最后的时候 如果是空着 那我们中国人又心生怜悯 哎呀 这个既然是空着吧 那这个包括市长乐县 包括这个教委 包括学校领导 就网开一面 当然这一面非常的窄 非常的小 他不是平时每一次都可以用得到 只有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面 你又可以看到这种温情的情况 好我们接下来说 这个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 说到冰花南海的 它的角度当然跟光媒就是完全就是对立相反 国内就是说 哎我们中国是把这个 呃 人的精神面貌很好 这个条件这么恶劣啊 跑跑两个小时的山啊 这么还把两千多米的这种山路啊 都能去上学 这当然这种角度也是正确的啊 这个你要换做其他国家的这种 早就不去上学了 我估计是这样 那中国的整体就是我前面说了 这个就是 我们受不了别人不勤奋 别人不进步啊 都觉得想帮别人一把啊 而且也有这样的气氛 这个小男孩自然还是上学啊 那这个角度当然也是正确的 但这个是不是 就是微博一个网友说的 这个叫什么 呃 我们解决不了贫困吗 那我们就把贫困拿来当一个榜样吧 呃 这个当然是国内的这个相互的冷嘲乐讽 但是外媒呢 它就完全是另一种角度啊 就啊 客观偏负面 这纽诗 他说的就是引用了一个数据 呃 世界银行说中国有5亿的人口啊 生活水平就是每天的这个是5.5美元 大概是三四十块钱人民币 那这个费用呢 大概在中国只能说过最低的这个生活标准 就是你吃啊穿啊 什么都挑最便宜的啊 这样能够过下去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孩子 那恐怕这个孩子他的花销也要挑最便宜最便宜 而且是要通过这个家庭啊 有时候的东东西凑一点啊 平常呢就只能靠啊大人更加的结衣说实 才能让这个孩子啊健康啊 就是营养方面相对比较全面 同时呢不会受到太大的一个伤害 这样呢还必须在父母说啊 父母亲感情比较融洽 没有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家庭状况 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 这个比我之前估计的中国所谓这个八九成 七八九成大概有一半的人口 要严峻的多 那么这么说来的话 可能超过70%的这个中国人口 都是在七八九成 那看来我们离橄榄型社会还非常的远啊 那其实这个数据也确实说明了 这个四亿人口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就不管你一个我们说回来啊 不管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做 恐怕都会有漏网之鱼 那么当然每一种政策和方案 都有它残酷的地方 那有一些人就照顾的相对好一点 像我刚才说这个小男孩 他正好碰到这样的机会 他这个漏网之鱼嘛 被他给捉到了 那么就可以进去 但是多数人按概率上 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运气了 我们继续说纽石他的一个主要观点 是引用了好像是国内的一个 专家的一个话 说这个其实是大城市 比较不太愿意接受这些农村的孩子 追随他们的父母亲在身边上学 其实这个角度 我们前面一集讲病话男孩 也说过这个问题 其实问题大家都看出来了 只不过说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几千万的这个留守儿童 以及他们的父母亲 在中国有几亿的人群 对吧 他们带来的问题不光是教育 现在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国内的这个村运情况要好很多了 就是火车票要容易买得多 这是因为这几年的这个基础设施 投入非常的大 最近这十年 每一年都是过万亿的这种铁路投资 一万亿左右 那这些投资呢 只是解决了交通的问题 那么 还只是相对来说解决了 那么教育问题呢 可能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就刚才说的 你这四十块钱 你是没有办法获得好的教育资源的 就拿我的补习班来说 那二线城市 它的这个 一般来讲托付这种课程 大概就是六百到八百块钱 再优质一点 可能要接近一千块 就拿六百块钱来说吧 那么一个月六百块钱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还是比较难承受的 而这个费用 也只是能够仅仅帮你看看孩子 把他的时间管起来 让他去写作业 而不能进行单科的辅导 就是比如说语文数学差一点 我进行给你单科的辅导 而进行 即使进行到单科辅导 这个费用就要加的多了 单科辅导加托付一年的钱 大概得接近一万块钱 这又相当于六年下来 又是十万块钱 又是一个折校费的一个价格 好 那这还只是应试教育的钱 就是我跟他说了 你作业辅导啊 包括这个 单科的辅导 宇树英的单科辅导 也只是让你考试考的好 如果你希望孩子能得到数字教育 能够学个游泳啊 乒乓球啊 学个这个跳舞啊 学个钢琴啊 那这个费用还得加一万 就是一年的费用至少的加一万块钱 还是在你请普通的老师啊 请一些大学生来教你孩子 到一些一般的普通班 也还要一万块钱 那么一个比较优质的教育来说啊 就是我们现在学校不能提供的来说 那么你起码的花三万块钱 这个孩子他才能获得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啊 这种成长啊 就是在教育方面 那这样 这已经是远远超过一个家庭 所有的年收入了 那我们从前面这种算法来看 国内接近一半的孩子 都不能得到非常好的教育 那我前面做节目也说到 就是国内这个一二线城市啊 他怎么就不多建一些学校呢 当然如果说 那局部的建 这个是可以 但是真正大规模建 恐怕资源啊 包括这个地方财政 这个财力肯定又是非常之有限 也有一点好了吧 比如我前面说啊 国内的这个教育 他一个班上六七十个孩子 就是比较好的学校也是这么多 这怎么说呢 就真的不够吃 如果说一个班 你给一些好的 特别好的学校 一个班只有二十多个孩子 保证教学质量的话 那就会导致更多的孩子 他没有学上 但如果说全部都这么做 那就感觉到这个社会就 都比较这个压抑 就是每一个这个孩子 都是旁边都是六七十人 而他的教学质量呢 又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于是呢 这个外面的这个培训机构 有各种的这么搞 那么其实真正的这个花费 又不会低 那导致什么呢 就是你一般的家庭得多花钱 那么现实情况 就是这么个样子 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还是有 就是往好的走啊 应该说每一个国家 整体来讲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只是脚步不同 快慢不同 应该说中国的步子 还是卖的蛮快 我看到最近就我附近 有一所这个小学校建起来了 是这附近的第十一所啊 这个大型的小学啊 占地面积很大啊 据说可以容纳几千人上课 那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在农村 你只能说在农村过得更好一点的 他的家长 更有能力一点的家长 才能在大城市啊 进这样的这样的学校 其他的很多 还是得憋在小的地方 这种解决办法 虽然说只能说退而求其次啊 你只能把一些人赶走啊 然后把一部分更加近一点的人留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城市建的更大一点 那么呢 还是有相当部分人 又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些上学 但是毕竟还是往前走了那么一小步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现在很多开发商卖房子 他也会特别注意啊 这附近能不能提供小学 这也不光是政府的要求 开发商他也会跟政府协商啊 这个你如果在这里建一所小学 我这个房子啊 就可以卖的更贵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会 多少跟政府有一个叫什么呢 也不能讲施压 就是有一个协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政府也会有动力 因为如果他这里规划出一座小学 这附近的地价 他就可以卖的更贵 这个是一种现实的收益 就不光是说我这个政府 我的提供更多的学校 有一个社会责任 不光是这样 靠这样是没有动力的 那么现在这我们看到这种规划 正在做啊 很多城市都在卖地的同时 会中间会有一个地方 拿来规划一个小学和初中 这当然是往好的方向上走 但是速度啊 感觉上还是不够快 因为它不是一个啊 整体的意志 不像以前修高铁一样 这种整体的意志 说我一次要修建多少学校过去 按计划走 然后能能容纳多少孩子进去上学 能够像日本一样那样提供免费的午餐 什么这样的啊 这种还没有去做 那么我上一集做完这个冰花男孩的时候 有一个网友在底下给我留言啊 用一个应该是蹩脚的英文吧 语法有点不太对 Thank you for you can speak for poor people 感谢你能够为穷人说话 其实怎么说呢 我也不是说就是一定站在啊 这个落者穷人这一边 我只不过说啊 这个该怎样就怎样提供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环境 不要让一些强者 他反而是占有了更少的资源 让弱者啊 他占有社会太多资源 反而在拖累整个社会的整体效率 因为其实孩子他是一张白纸 因为他呃 他的人生还没有真正的展开 那么他们拥有大把的时间和非常强的可塑性 这是我们成人不具备的 那么我们得给他一个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不能把上一代的这种贫富差距啊 传递到下一代 否则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这个这种不公平 那其实我就是还是那句老话 我还是比较兴奋啊 就是所谓的达尔文主义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啊 这个达尔文主义不是说过 不是那种过度的落楼强势 不是说那种因结果而落楼强势 比如说屁股决定脑袋啊 我的位置高 我的权力大 我就可以随便干啊 干什么事情而是说你的能力强 你去往正确的方向上走 然后造成资源集中 这种才是比较有效率的 人跟社会之间 人跟阶层之间 阶层跟阶层之间 这种博弈也是非常之多变的 就是有时候你会对人性失去啊 失去希望会觉得很绝望 但是有时候又会出现曙光 比如说这个老奶奶 她最近又出现了 她真的给我介绍了学生 但其实我不在意这些学生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我这个培训班现在也不打算啊 准备转给别人住 但是呢 就是你会在中间一直轮回 你不知道该站在哪边 就是前面说的 那个新浪用户说的 就我们不能以贫困为榜样 我们也不能说把底层的弱点 当作这个社会的榜样说 因为我弱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你们就天然应该照顾我 我只是说这些弱者 他们有一些这个应该享有的 这些基本权利 不应该被剥夺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也不把他们的这种虚弱 一些无能 这种懦弱 以及他们的一些对社会的一些 没有贡献 拿来作为标版的一个对象 那同样呢 我们就像前面说的 我也不喜欢高层啊 精英啊 他们的很多行为做法 每一个阶层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 每一个国家也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觉得各个阶层里面还是中产阶级 就我所谓说的那种爱心泛滥的这种阶层 就他呀 其实成天无所事事 做的事情 对社会有一些贡献 虽然不是那么大 但是他呢 好像感觉上对这个社会的危害不大 同时呢 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是这个社会的这个 一个尖端的 一个中间的一个力量 但是很可惜 这个力量在中国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成长起来 那我觉得好像有一个社会友 就是台湾 台湾我感觉他们是不是满满的爱心泛滥呀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 我也没有到过那里 希望以后有机会去看一下 那节目最后 我再跟大家说一点点 新的这个角度分享 就男女之间的 你说男人跟女人是不是都各自有各自的做法 你像这个小小男孩 冰花男孩三年级啊 他这个妈妈是离家出走的 为什么呢 男的不会挣钱嘛 那么爷爷被判刑了 这个家庭爷爷被判刑 本来就是一个打击 那这个女人肯定觉得过不下去 觉得以后再找一个日子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按概率上 并不容易 就你再找一个 其实也不见得日子能够好到哪去 那当然就造成了这个小男孩的一个悲剧 如果他们家庭相对比较完满的话 应该说 这个生活会被照料的更好一点 这种营养不良的情况也会好一点 不会遭那么多的罪 童年会稍微幸福一些 那么我就说我前面的那个小女孩的例子 那么她今年应该也读到三年级了 她没在我这边啊 那么她呢 是男人做 刚到大城市 能够立足下来 买一套房子 但每个月的这个房供还很高的 那么她就准备换一个女人了 那么这样就造成了这个 她的女儿啊 就没有人照顾 得由她那个年迈的老母亲 然后来白天去干活 餐馆干活 网上回来 用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文化水平 去教这个没有速度的小女孩 那这就发生在一般的这种地方 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所以我感触很深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